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分享一道 好吃又简单的食谱 虾炒饭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碗隔夜饭 今天这道菜呢,适合两人份 虾肉,今天我用老虎虾 去壳清洗干净 葱花,要多要少看个人 三粒蒜米切成水 还有三颗鸡蛋 好,材料准备好了,我们来开始吧 用中火热一热我们的油 油热后呢,就将我们的这个蒜米炒到爆香为止 蒜米爆香后呢,才打入三颗鸡蛋下去 鸡蛋呢,要看个人喜欢 谁比较喜欢蛋黄呢,现在就可以搅拌了 如果想看到蛋黄蛋白分明的话呢 就给它set一set 给它凝固一点点,过后呢才炒 炒出来呢,就会变成这样 蛋黄蛋白分明 好了,过后就倒入我们的虾肉下去 炒到熟为止 虾肉熟后呢,才倒入我们的隔夜饭 倒下去 炒一炒,炒给它均匀 这样均匀了呢,我们才放入我们的调味料 一汤匙的糖 两汤匙的生抽 如果谁不要用生抽,用盐来取代也可以 饭就没那么黑 tomato要放也可以,不放也可以 过后呢,炒一炒,炒均匀 炒的时候用时间一点哈 然后试一试味道,味道如果不够的话呢 可以加盐或者加我们的这个生抽 好,最后一个步骤 撒一撒我们的葱花 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虾肉炒饭非常的简单又好吃 虾肉炒饭呢,要单单吃也可以 或者要配这个鱼露酱都OK啦 看个人喜欢,或者有些人呢喜欢 捏一捏那个柠檬汁下去酸酸的 味道不错哟 大家不妨试试做做看这道菜哟